中线网3月14日月电,据外媒4日报道,知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去世,向年76岁,多家媒体员引霍金家人的发言人报道了这一消息,史蒂芬为原霍金, Steven William Hawking,出生于英国牛津,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日理论物理学系物理学家,著名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数学家, 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1979年至2009年,任鲁卡斯数学教授,后为荣誉鲁卡斯数学教授,牛顿曾认此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授职位, 过境世纪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名为宇宙之王。 他的代表作品《有时间简史》,《破壳中的宇宙》等,获得荣誉有总统自由勋章2009年,科普立奖2006年, 温尔夫物理奖1988年,爱因斯坦奖章1978年等, 他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因化症,路肝雷病,瘫痪并且不能说话, 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去宇宙洛克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形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 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 走出了重要一步,斯蒂芬·梅远霍金在中国开头为国, 同年经历,1942年1月,纳粹德军几乎夜夜不停地轰炸英国伦多尔, 这不时,霍金一家帆里海格特的家园迁到牛津避难, 他们在霍金诞生后又回到了伦敦, 同年时的霍金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但喜欢设计极为复杂的玩具, 据说他曾用一些废弃用品做出一台简单的电脑,成年经历, 霍金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DG, 并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59年17岁的霍金入读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攻读自然科学, 用很少时间而得到一等荣誉学位, 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 1963年,21岁的他不幸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因患症, 及运动神经细胞病, 当时,医生曾诊断身患绝症的他只能活两年, 可他一直坚强地活了下来, 他被禁锢在轮椅上, 只有三根手指和两只眼睛可以活动, 疾病已经使他的身体严重变形, 头只能朝右边倾斜, 肩膀左臂又高, 双手紧急并在当中, 握着手掌大小的拟生器键盘, 两脚则朝内扭曲着, 嘴已经几乎弯成F型, 只要略带微笑, 马上就会显出呲牙咧嘴的样子, 这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形象, 他不能写字, 看书必须依赖一种翻书的机器, 读活引文现实, 必须让人将每一页平摊在一张大办公桌上, 然后驱动轮椅如蚕食桑叶般的逐页阅读, 他在手术过后的几天, 又写下了世界名著时间简史, 在往后数十年逐渐全身瘫痪, 并失去了说话能力, 过今曾澄清自己当时并无需酒, 却感到自己有悲剧性格, 并使自己沉醉于瓦格纳的音乐礼, 直至他遇上了首任妻子珍瑪尔德杰姆威尔德, 两人结婚后育有三名子女, 23岁时, 他取得了博士学位, 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85年, 他因患肺炎做了穿气管手术, 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能力, 演讲和问答, 只能通过音合成器来完成, 1973年, 他考察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 发现黑洞会像晶体一样发出辐射, 其辐射的温度和黑洞质量成反比, 这样黑洞就会因为辐射而慢慢变小, 而温度却越变越高, 最后以爆炸而告终, 黑洞辐射或霍金辐射, 包括Bisitor, 空间中的霍金辐射的发现, 具有极其基本的意义, 他将广义相对论, 量子敞论和热力学统一在一起, 起完关趋时空中的量子敞论, 1973年以后, 他的研究转向了量子引力论, 虽然人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成功的理论, 但是他的一些特征已被发现, 例如, 空间时间在普朗克尺度下不是平坦的, 而是处于一种粉末的状态, 在量子引力中不存在纯碳, 因果性受到破坏, 因此使不可知性从经典统计物理学, 量子统计物理, 提高到了量子引力的第三个层次, 1980年以后, 霍金的兴趣转向了量子宇宙论, 提出了能解决宇宙第一推动问题的无间接条件, 2004年7月, 他承认了自己原来的黑洞悖论观点是错误的, 时间简史的负奇是从大爆炸到黑洞, 使地分威廉获得认为他一生的贡献, 使在经典物理的框架里, 证明了黑洞和大爆炸基点的不可避免性, 黑洞越变越大, 但在量子物理的框架里, 他指出, 黑洞因辐射而越变越小, 大爆炸的基点不断被量子响应所抹平, 而且整个宇宙空间正是起始于此, 理论物理学的细节在未来的20年中还会有变化, 但就观念而言, 已经相当完备了, 1985年, 第一次来中国, 在科大水上讲演听, 做天体物理的学术报告, 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 在富有学术传统的剑桥大学里, 他拥有几个荣誉学位, 是最年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在公众评价中, 被以为是纪埃尔伯特·埃因斯坦之后, 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提出宇宙大爆炸字基点开始, 时间由此刻开始, 黑洞最终会蒸发, 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 埃因斯坦的相对论, 和普朗克的量子论方面, 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因患机构萎缩性厕所因化症, 进步在轮椅上达50年之久, 却身材质尖, 克服了残疾之患, 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 他不能书写, 甚至口齿不清, 但他超越了相对论, 量子力学, 大爆炸等理论, 而漫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物, 无别具条件, 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伦理上, 他的思想却使人们遨游了广袤的时空, 渐渐解开宇宙之魅, 1988年, 过新的科普著作, 是渐渐时, 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 从研究黑洞出发, 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 该书被译成40宇宙文字, 出版于一千余万册, 在遗书中内容极其艰深, 在西方被戏称为读不来的畅销书, 有学者称指这种书, 之所以仍可以如此畅销, 是因为书本尝试解答过去只有深学才能出奇的题材, 时间有没有开端, 空间有没有边界, 2001年10月, 有一部作品《火壳中的宇宙》, 出版发行, 该书是时间简时的姐妹篇, 已相对简化的手法及大量图解, 诉说宇宙起源, 2006年, 他在香港透露正与女儿和撰线一套, 类似于哈利波特, 但主题是理论物理学而非魔法的小说, 2002年, 第二次来中国, 在北京做主题为《魔的新奇世界科普》报告, 向公众阐释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M理论, 获金意识图通过通俗演讲, 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 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 他90年代曾两次到访日本, 2002年8月, 曾到访航州发表《魔的新奇世界》, Brain the World, 2006年6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宇宙的启人时, 轰动一时, 被戏称为受到摇混之心级的接待, 霍金的胸网, 令他多次获邀的外地演说, 一场获国家专首接见, 霍金曾指, 大众会好奇一位残障人士, 为何会想到这么多宇宙论, 令他成了大众媒体的宠儿, 事实上, 他在《星剑奇航记》中的辨试系列剧, 银河飞龙饰演过自己, 与爱因斯坦及牛顿一起大桥牌, 他亦曾在美国卡通片《辛普三》一家中演出, 拯救剧中的女孩, 其形象, 也在卡通片《飞出个未来》中的一季里出现, 他通片《芝加男人》中则有日清类似的角色, 对其进行了滑稽的模仿, 2006年, 第三次来中国, 他带来的仍然是自己关于宇宙学最新的研究, 在香港科技大学体育馆, 住持一个提为宇宙的纪元的演讲, 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的公众, 讲述宇宙的纪元, 获经应并取消外访, 同月20日应并送院治理, 情况现家, 2012年1月传出因脸部肌肉, 恶性萎缩, 以严重影响其表达能力, 并有可能使他无法发出独特的电脑声, 归出的热播美剧, 《生活大爆炸》第五季第21集中, 史蒂芬或金本色出演参热乐客串,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